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PHP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14章处理图像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简单的去介绍了 创建图像的7个步骤 然后我们实现了一张图片的生成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将这些生成的图片 来让它做一点的实际用途啊 实际用途就要 那个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简单的小案例啊 就是第二个要点 所谓实际的用途 就是平常网站上比较常用的一些 一些生成图片的一些功能 我们这边首先看第一个 叫做简单的验证码 简单的验证码 首先呢 我们先 我这边没有给太多的文字说明啊 全部都是代码 我们把将文字说明呢 全部放在的代码里面的注释啊 好 我们来写demo3 啊 这边写个简单的验证码 好 默认情况下呢 demo3应该是html的方法 对吧 它是个html有原代码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部分的 这一部分 我选中的这一部分 这边是个循环 好 这个循环看看能不能看明白 好 能不能看明白 一点一点来看啊 我们之前的一些基础知识呢 我们就放在这边来回忆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从里面先开始看起 这一块是一个循环 但是我们以前也说过 应该用一个mtrand的比较好 对吧 所以第一步呢 先来一个随机 随机数 叫打印出 mtrand 从最大到最小 0到100 好 一点一点来 第一步啊 创建一个随机数 刷新 96 0 82 78 40 72 好 那么这边为什么是0到15呢 为什么要循环0到15之间的数呢 这是一个疑问 对吧 好 因为解释一下 因为要怎么样啊 因为要这个要实现呃最简单的字母和数字混拼啊 混搭和问混混搭 那么也不是说26个字母再加上0到9 对吧 那样子的话我们要做个宿主 然后分别取 那样就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这边就来简单一点的 那么这里呢 有一种叫做16进制 好 16进制 16进制是0到9 然后A到F A B C D E F 对吧 6个再加0到9 正好16嘛 A到F 好 那么他这边呢 我这边就0到15 0到15是止循环数字 0到15 对吧 其实我们要的是0到9 A到F 他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 第一开头的 第二个函数 叫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 这边写下 这个函数可以将10进制转换成16进制 而10进制0到9转换成16进制 还是0到9 但是从10到15之间的话 他就会分别转换成A到F 我们看一下 好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3 4 D 有没有看到D了吧 2 8 3 9 7 D 7 C 对吧 E 6 D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已经可以将A到F给循环 给那个拿出来了 但是一般验证码的话 我们至少4位吧 有4位5位6位 对吧 一般不会少于4位 那么我们要创建一个4位的验证码 对吧 验证码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分别打4个不就行了吗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吗 C034 D171 B519 EF5 A7 823F 刷新一下 92BE 刷新一下 F1 F6 那么 我们就可以用个什么 循环 对 4 I等于0 I小于 4 I加价 那么这样不是直接打印 而是直接每次的时候呢 我给它附给一个值叫NMSG 等于这样子 然后还要等于它本身加自己 对吧 那么这边就加个点就可以了 好 每次循环累积嘛 看一下 刷不出东西来 最后我把它打印出来就行了 好 9EBR 417D 好 那么这个点等于什么意思呢 等于本身 边界这个 等于这个 是跟这个一个意思 所以可以把这个省略掉 省略的写法就是点加这个 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好 那么这个值已经有了 我们也知道是怎么用的了 现在要把这个验证码 做成 做成什么 图形 这个现在只是个文本而已 我要做成图形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好 第一步 Counter Type Imager Imager Png 然后把这个Png输出 Imager Png 输出 当然我们这个是存的什么 很单纯的 验证码 图形验证码 没有说我们到绘图软件 做一个很漂亮的背景 做它验证码 那个需要加载图像 那个时候后面要学的 当然这个RM 等会要起好 这两个都没有 这两个是输出浏览器端 这个呢 是销毁 这个呢 是证明 它是这个 就写在这里吧 下部要创建一个RM RM怎么创建 Imager Secret 然后呢 去我真彩色 长度是75的25吧 就够了 刷新一下 黑的嘛 我不要黑颜色 我要蓝色的背景 那怎么办呢 蓝色的背景 你要做一个blue Imager Color Kit RM 然后呢 0的201的 什么255 就是蓝色 通过Imager填充 填充这个 第一个还是RM 第二个是X则Y则 从0开始填充 填充blue 填充蓝颜色 不是蓝色的 差不多 就这个意思 我这边可能写错了 102是吧 201 不管它 反正也是 这个是淡蓝色的是吧 天蓝色 填充之后呢 我要把这个字写进去 我要把这个字写进去 嗯 那就很简单了 叫Im 第一个写RM 第二个写呢 字体就用5 就从0开始 然后呢 写什么呢 将这个变量放进去 最后呢 什么颜色呢 白色 白色还没做 对吧 白色没做 你可以做到上面去 White 等于Magic Color Kit RM 255 255 255 这就是白色 好 有了之后 我们刷新一下 314 这个 这个好像颜色不够深啊 10 120 102 好像这个数值越少 它越深颜色 你们看到 这就是蓝色 好 这个27CD呢 我放中间来一点 放中间来一点 通过这个去调 调成40 到中间去 有点多了 20吧 好 往下来一点 往下来一点 就5 好 有了 好 这个和刚才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当然没有做模糊处理 对吧 我们以后真正的验证码还要做各种样的模糊 让它看不清 还要点 点击它的时候怎么样啊 实现 嗯 实现刷新功能 还要有这个 有这个对比功能 对吧 好 现在就做这么简单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验证码就做好了 做好了 为什么跟之前的生成的文本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验证码是可以储存的 另存为 好 刷新一下 另存为 我改一下 改一下1 刷新一下 另存为 改下2 刷新一下 另存为 改成3 那么我用这个1 1 2 3都有了 我打开看看是不是图片 不应该用firework打开 我们直接就用这个 嗯 图片传 775 E6 C2 6 B EC 好 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张图片了 它就是一张图片啊 好 我把生成的都删掉 好 那么验证码我们就做好了 就这样子啊 很简单的验证码 好 这是第一个小例子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叫加载已有的图像 加载已有的图像 DEMO4 叫加载已经有图像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刚才的验证码 它那个背景太单纯了 对吧 呃 你通过自己创建图像 没有那么模糊 我们就需要用什么 用平面工具去做一个 已经怎么样啊 已经实现的图形 然后把它导入进来啊 那么怎么去加载已有的图像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它的前两部还是一模一样 我们这边就不去 不去就是 再 去打它了 第一步呢 还是怎么样啊 设定 PNG 设定PNG 也可以是JPGG 这随便拧 最后两部呢 可以这样 将它这个去掉 对吧 RM 好 这是最 最怎么样啊 最 最基本的三部 第一部呢 设定PNG 第二部是输出PNG 第三部销毁PNG 中间有一部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叫 Image a contract from PNG 这个东西 这个函数要了解一下 我们查一下手册 Image a contract from 啊 from什么 从那张图片 有JPG 有GIF 对吧 有WBMP 有什么 有PNG 都有 好 写一下 从PNG 文件 或URL 创建一张新图 我们打开 我们的目录 在我的当前 位置下 有一张图片 啊 没有了 那我在这里 去找一下 找这个R2吧 好 这是一张 PNG的我的照片 对不对 我的照片 那么 现在呢 我要把它 载录到我的图像处理当中 怎么去载录呢 Image a secret flow PNG 好 因为我和它呢 在同一个目录下 所以按照相对路径的方法 叫R2.PNG OK 就行了啊 就不用做任何修改 嗯 然后呢 把RM 等于这个就行了 好 这样子的话 这个R2已经载录进来了 然后最后输出 输出的话 我们demo 我们demo4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张图片已经过来了 但是这个图片和我们 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你这张图片呢 就这么输出的话 还不如就用什么 用htmlRMG 去把它引录呢 对不对 那么当然你用这个方法载录的话 用这个RMG 载录图像的话 是图像 是可以编辑图像的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给他加个小水印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加个小 在载录的图像中 加入一个什么 小水印 当然也是很简单的啊 水印 比如说加上我们的网址 对吧 yc60.com 那怎么加呢 很简单 把我们之前学的拿过来 stream就行了 im逗号 然后呢 从哪边开始 这个 im逗号 它不提示的话 你重新打一下 好 im逗号 字体是五号字体 从零零开始 然后什么字体呢 是 是什么文本呢 就是3w yc60.com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什么颜色呢 我们要 白色 white white这边没写呢 我在之前我们写一下 y 等于 里面叫 color 第一个是im 255 255 255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将什么 就将这个白色的这个网址 添加到了我刚才加载的那个图片上去 在这里 然后这边可以稍微下来一点 10 10 好 那么这张图片呢 我右击图片另存为 保存一下 好 保存的图像呢 我们我们用 Windows图片查看器来看看 你看 这个水音就已经加上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上传图片的话 完全是可以用这个怎么样啊 去处理一下 将什么 将这个网址放上去 别人在储存这张图片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动加上了这张网址 自动加上这张网址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看看PNG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这个JPG JPG 我们去找一下 我这边有一张JPG图片 JPG 重点在JPG和PNG啊 其他两种我们就不去 不去考虑了啊 这个我也改成222 那么换成JPG的话很简单 JPG 那么这边呢也要换成什么 JP1G要注意了 JP1G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边呢也是的 JP1G JP1G 这样子我们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其实呢 大家看啊 好 1 把它后缩要改掉 这是个问题 JPG JPG呢 有点失真啊 比清晰度呢 要比这个PNG要低一点啊 要低一点 这点要注意一个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再把它改成PNG了啊 就是这个加载速度的问题啊 一般来说 你用相对路径是没什么关系的 它有个解析 有个解析的过程 因为是相对路径转换成硬路径嘛 所以 我们 我们可以这么来 速度是最快的 按照效率是最高的 这样子是效率最高的 哎呀 错了 PNG 刷新一下啊 这样子效率是最高 但是 这个硬路径 非常的烦 对吧 这个太长了 如果我 我这个程序换了一个目录的话 是不是就不对了呢 对 就不对了 所以要有个转换的过程 要通过什么 通过魔法 常量 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注释掉 注释掉 我们可以打印出 魔法常量 file 可以用法 可以打印出来 不管你再母母 我就等 我要的是前面这一大段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然后呢 我还要怎么样啊 给他再加个什么 杠 很简单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有错误 因为这个呢 本身是个转移字符 对吧 转移字符 你还要再加一个 这样子 反转移 这样 但是 有个问题是这样子 嗯 好 要加两个 这样子我们输出的是 诶 c盘下的这个 好 我可以将它做成一个常量 我放到最上面去 这个常量名字呢 我们就按照那个 phb6.0的 6.0的压压的方法去啊 等于 刚才这个 好 这个常量加载之后呢 把这 把这个拿到 呃 这块就不要这么写了 怎么写呢 很简单 直接写上 呃 下滑线 d压压 然后点上一个谁啊 222.png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刷新一下 哎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网址也加上去啊 这就是一个路径的问题啊 一个路径 硬路径的问题 好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两个小例子 验证码和加载 以右图像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讲一下 加载以右的系统文字 就是将刚才这个稍微再强化一下 因为这个字体呢 可能我们不太喜欢 我们喜欢一下更好的字体 可是 系统提供给我们的字体不全 对吧 我们要到自己去处理 还有一个最后就是个微缩图和扫一遍图像函数 就放到下节课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使用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1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